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继续锁定7月5号的国语晚间新闻节目 接下来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来自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当地时间5号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对泰国国会下议院选举顺利举行表示祝贺 泰国政局稳定 符合泰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有利于中泰关系进一步发展 中心祝愿泰国社会和谐 经济发展 国泰民安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四川的暴雨灾情 据中国民政部最新消息 四川强降雨引发的洪涝泥石流灾害 目前已经造成6人死亡 5人失踪 大雨导致多条道路中断 包括国道213 国道317等主要交通线 连接汶川的生命线213国道出现泥石流形成的艳色体 目前道路抢修正在进行中 连接成都和都江堰的国道317 连接成都到卧龙的省道303 目前仍处于中断状态 四川省气象台发布消息说 4号晚上开始的第二轮降雨将持续到6号上午 主要集中在广源 北川等地 降雨量正在逐渐减少 7号到9号全省将迎来晴朗天气 10号将会迎来第三轮大范围降雨 当地时间5号上午9点36分 北京地铁四号线动物园站自动扶梯发生故障 已导致一名13岁男孩死亡 30人受伤 目前地铁运营已经恢复正常 据北京市政府新闻办通报 5号上午9时36分 地铁四号线动物园站A出口上行自动扶梯发生故障 上行电梯突然转向变成下行 正在搭乘电梯的20多名乘客摔倒 京港地铁公司启动一乡官应急预案 受伤乘客均已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 北京京港地铁公司在随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称 事故造成一名男孩死亡 三名重伤者生命体征稳定 另有27人轻伤 目前已有9名轻伤者出院 据了解 遇难的13岁男孩是随父亲去动物园游玩的 男孩的父亲为安徽籍脊椎受伤 目前仍在北大人民医院ICU病房急救 男孩的姐姐头部受伤已被转送北京儿童医院救治 目前4号线地铁运营已经恢复正常 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已组成事故调查组 正在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 事故监控录像已被送往北京市交通委 京港地铁公司表示 出事故的电梯为奥迪斯公司生产 该电梯目前仍在质保期内 当地时间5号 中国国家海洋局对外发布通报 发生在博海海域的 蓬莱193游田的易游事故 目前已经得到控制 海面上已经没有明显的漂游 中国海间执法部门认定 作业方康飞公司为易游事故的责任方 已经立案调查 会上通报 蓬莱193游田B平台易游原因 为注水和延消回注作业增加了地层压力 C平台易游原因为井永侧漏事故 易游最早发生在6月4号晚19点 单日最大分布易游达158平方公里 目前易游已经有效控制 海面没有明显漂游 同时在易游海域并没有海上捕育活动和渔民作业 中国国家海洋局正在进行海洋生态损害评价 海间执法部门认定作业方康飞公司 为易游事故的责任方 予以立案调查 正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有关程序 进行调查取证 在进一步调查核实 本次易游事故的原因污染程度后 将会按照法律有关条款予以处理 中国广西河山煤业公司 八旷张村井的坍塌救援工作 目前已经超过了72个小时 航道内一氧化碳浓度时高时低 严重地影响着救援的进度 据最新检测 引发事故的坍塌土方量 超过13900立方米 比之前预计的7000多立方米多一倍 目前经过多种措施通风 井下的一氧化碳已经符合了标准 在抢险的同时 善后工作也已开始 中国人民银行第二季立会后 继续贯彻实施稳健货币政策 强调政策的稳定性 但在用字上与过去有分别 市场憧憬内地红条政策有紧变稳 中国人民银行最近开完第二季货币政策会议后 会后声明指出 要注意把握政策的稳定性 针对性及灵活性 字眼上相对第一季的声明 提到的提高货币政策的针对性 灵活性及有效性 有效性的字眼不见了 有稳定性代替并且凌驾在 灵活性及有效性排在第一位 此外 新一季的报告更加注了一句 把握好政策节奏及力度 市长解读为内地货币政策进入观察期 中央再加大紧缩力度的可能性降低 有经济师相信 内地宏观调控政策已经有紧转稳 相信早前的紧缩政策开始收效 中央没有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大紧缩力度 香港高校近日公布了 内地生报考本科课程的情况显示 内地考生报考香港高校的人数 较去年大幅增长 如香港大学出现平均约34个人 竞争一个名额的局面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内地学生如此青睐香港高校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据了解 香港多所高校将一新学年 调高分于本地本科生课程学费 增幅为13%到33%不等 但这并未削弱 内地高考毕业生到港求学的意愿 多所高校均表示 今年申请人数已两位数飙升 除北京等热衷于港校的地区外 内蒙古 青海 宁夏 甘肃 新疆和西藏 报名总数也超过了165人 有专家认为 香港开放多元的学习环境 以及优越的排名等 都是吸引内地考生报考的原因 在英国《泰晤士报》和美国《新闻周刊》 最新的世界大学排名中 香港有三所大学基身前100名 另外 港独毕业生既容易进入全球劳动力市场 又方便回内地就业 也是内地生选择到港深造的一个重要因素 针对内地许多高考优异生纷纷难下 专家认为 这折射出内地大学缺乏竞争力的事实 专家提醒 面对内地学子赴港热潮 应该引起内地高校正面积极的思考 部分内地高校过分注重经济效益 轻视教学质量 过分重视科研 而忽视教学等现象如不改变 内地高校在考生心目中的竞争力 影响力 恐怕难以得到根本改观 转看台湾方面 根据台湾消极会的最新调查 台湾市面上销售的海蛇皮产品 均含有重金属铝 浓度超过百万分之五百 另外 高达九成的松饼 也有类似的状况 台湾消极会抽检市面上销售的海蛇皮及松饼 均验出含有重金属铝 包括台湾大润发 加乐福 爱买等三大卖场 所买来的海蛇皮 里头的铝浓度都超过百万分之五百 部分松饼因添加蓬松剂 铝含量也超过了百万分之一百 在台湾 铝的摄取量并没有一定标准 香港的安全标准是每个成年人 一公斤可以允许的摄取量是0.6毫克 而大陆的安全标准是允许残留量 应小于百万分之一百的浓度 如果根据此项标准 台湾消息会抽查的食品样品则全都不合格 台湾消息会呼吁当局主管机关 应尽快定出标准 为民众的健康把关 中管台新闻之后 我们休息一下进入广告时段 广告之后 我们会给您带来最新的体育360 多伦多蓝鸟做客波士顿挑战红袜 斯奈德击出三支二雷打贡献两分 亚当希尔则击出一支全雷打 合理推动蓝鸟以9比7胜出 亚当希尔6有一打点的一雷打 戴维斯则贡献两支二雷打 这仗是红袜在过去14仗中第9仗失败 红袜埃尔斯伯里击出一支两分三雷打 并凭了他在波士顿中生涯的 最多的四支安打 红袜的四场胜利 被斩断 蓝鸟先在战绩42胜44负 蓝鸟在首局取得一分 第二局更有两分进仗 到第三局再得四分 蓝鸟先发莫罗 全仗投出五球局 他失四分 五支安打 另保送三人上壘及三阵五人出局 这仗是他四度领军的第三仗胜利 星期日从预备队召回的斯奈德 他在本季25仗因取得18.4%的安打率 于4月29号降级预备队 在这仗第四局 红袜三类手沃基拉斯 因被棒球击中背部而伤出 米尔沃基酿酒人 对阵亚历桑那响尾蛇 酿酒人先发兜手Markon 成为球队历史上 第二个轰出满光炮的头手 但酿酒人却遭响尾蛇逆转 以6比8败北 Markon是在第四局 双方一平手时轰出满光炮 成为酿酒人球队史上 第二个轰出满光炮的头手 前一个是1969年 西雅图飞行员时代的Terrible 不过Markon自己组投的六局 也被击出7支安打 总共丢掉4分 被轰出满光炮后 落后5分的响尾蛇 比赛中后段不断追赶 从第四局开始局局有得分 终于在第八局 靠着Miranda二类安打 将比数追平 第九局Johnson就以安打 带起响尾蛇攻势 两局过后 Chris Young适时打出安打 将比数超前 随后他又趁着倒雷 与失误攻三雷 Montra补上他今天第三支安打 追加1分 响尾蛇就此逆转 以8比6取胜 精彩的体育360之后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多伦多的天气情况 目前我们的室外温度 是27时度左右 多云 同时伴有15公里 每小时的西南风 相对湿度为45%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未来五天的天气情况 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 加国各大城市明天的天气预报 接下来又到了 我们今天的趣闻时段了 近日美国纽约 举办了一年一度的 吃热狗大赛 吸引了很多人前来挑战 来自世界各地的高人 在比赛中各修自家绝活 展现出了非凡的狼吞虎咽的功力 最终来自美国的切斯纳特 获得冠军 这也是绰号为大嘴的切斯纳特 连续5年包揽该项赛事的冠军 去年他在10分钟内 吞下了54根热狗 而这位长盛大卫王 在2009年创下的记录是68根 既是驴也是斑马 这样的斑驴你没见过吧 近日中国厦门海仓野生动物园 诞生了一只小斑驴 这只斑驴宝宝的妈妈是只斑马 他的爸爸则是一头驴 据动物园介绍 这只小斑驴为中国国内首例 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出少见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这头小斑驴为雄性 体重4-50斤 身高80多公分 小家伙身体和头像驴 腿像斑马 目前身体健康 管理员介绍说 跟母斑马共同生活的公驴有三只 目前也不清楚谁是爸爸 就是说小斑驴的驴爸爸还是一个谜 今年2月份 饲养员发现斑马有怀孕迹象 并推断出预产期就在6月底或7月初 果然在7月4号凌晨5点 这头罕见的小斑驴就诞生了 动物园方面称 如今小斑驴可以跟游客见面了 因为斑马缠子后脾气较为暴躁 攻击性较强 游客前往观看时需要保持距离 WOW TV 李超报道 好了 各位观众 今天的国一晚间新闻节目 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如果您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请您随时发送email到 news at wawan.tv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